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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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有否觉得很奇怪得我说Anne呢 其实Tina出了trip 今次就交给我 访问我身边这位 这么多小女孩 你也知道 看Anne很喜欢臭小女孩 我今次也不例外 很荣幸做美金芝士冲物菜的一个形象顾问 教大家如何摆姿势 怡态各方面做模特儿的经验 我们由这边开始自我介绍一下 Hello 我叫Chris Hello 我叫YoYo Hello 大家好 我叫Maggie Hi 我是Ebby Hello 我是Zoe Hello 大家好 我是Steven 是否很活力呢 其实我见到他们 很回想我以前刚刚入行的感觉 因为其实我还没入行之前 都参加过一些模特儿比赛 我见到你们有时候很开心地 玩啊 聊天啊 分享 分享 我会觉得好像我小时候 立刻觉得自己 我真的老了 虽然我的样子不像 用了美金芝士都是这么漂亮 但我见到你们很开心 这个你们要继续 因为很难得 参赛过程之中 大家是这么友善的 第一天我见到你们 这个家媛菜怎么那么快 你知道吗 以前我比赛的时候 那些男人类女 是不跟大家都比赛的 我知道为什么 怕大家赚 因为知道大家不是一个比赛 没理由 交换电话 我又跟你做朋友 我想想互奔的 是啊 大家是自我多些 也不会分享 你的老师不漂亮 我肯定做得不好 我觉得你们这个 很有姐妹兄弟参修 所以我希望你们日后 做事都是这样 其实很好 那不如说回头 为什么你会参加这个比赛呢 其实我参加这个比赛 其实我参加这个比赛是 自己对护肤有点心疼 又想告诉大家 看见你的皮肤真的很好 谢谢 而且刚好上网见到这个比赛 我觉得也是一个机会 挑战自己参加这个比赛 觉得自己最优胜之处是什么呢 皮肤好 对 第一个我要教大家就是自信 即是无时无刻 有点自虑狂也无所谓 我也挺自虑 因为你要了解自己的优胜之处 还有可能到当日有评估问 你觉得例如 Maggie 你觉得自己最突出是什么 你答 一二二 不懂 那就很麻烦 所以这个资讯挺好的 你呢 Zoe 我说我自己在网上也是看到 的比赛 我自己跟自己说 我觉得人生多了十年 要试试 所以自己试试 怎料又OK了 然后再等着我又进了百强 我觉得很开心 我以前有没有做过模特或影相 也有的 我自己也有做开part time的思维模特 其实我自己打算有 不同方面的资讯 所以想参加比赛 拿多些经验 你自己想去哪个方向资讯 我想去Fashion 走Cat 虽然我高度未必够 或者怎么拍杂志 各方面 我想不那么私影化 大动一点 被人认识 我在Zoe Zoe 但是你知不知道 做一行是非常困难的 可以说 我记得我刚刚入行 那时候 第一次走TDC 当时没有礼拜展过 是大秀 我真的完全没有接触过Cat 走路也不会走 因为糟了 而且Fitting 我又不懂得穿 简单一点 内衣又不错了 因为这里穿Skin Home 所以我穿到公仔那些 很仅仅 那已经被一些施仔笑了 那真的on stagerehearsal的时候 我真真正正给一个 现在穿了artist的女明星 做model 当场笑我 指着我就笑 咦 都不懂得走 其实是王八八 是啊 但当时真的on stage 有很多来自每个国家的models 那些鞋 那我怎么办呢 我忍着 算了算了 我说我是新人的 我真的不懂得走 回到我后头做什么呢 狂哭 哈哈 我哭到瘋了 因为我真的很大打击 其实我真的觉得自己走得很酸 而且你知道那段时间多长 我记得有五套衣服 最终又不懂 后来改一次之后 公司就觉得你真的要学了 后来就学了一个course 我记得那个course很确实 太确实了 我终了有整十五堂 起码有十堂人才走路 所以可能前几天见到 即教大家 不要觉得很辛苦 我那时真的走得很辛苦 直到现在 每当做出事也好 演出事也好 我是不会理你所有的行人 知道吗 即使你有自信 没有理解 总之当时我是做给客人看 客人买你 其实没有工作 对嘛 所以旁边的人有什么 无言论 算了 有去吧 我们的公司是妒忌 因为这个行业 越多人说话 其实越更好 我现在是很紧张 你会有关注的感觉 所以你要继续 有些适当的时候 要放松一下 所以今天我选择这个地方 因为我真的没有什么 机会和你们聊天 你也知道我工作很紧张 而且你们快来比赛了 我想让大家放松一下 是不是桌面的饮品很漂亮呢 好喝先 好喝 好喝 大家先试一口 先试一口 芝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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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好了 到我身边这位 大家会觉得她好像 翻版直婷婷吗 哈哈哈哈 一点点 其实我第一眼看你呢 是当时帮你选衣服 我觉得我 哇 婷婷啊 因为我看到她是真人的 你这些认识所有东西 是同样的 那当然你是像mini版那样 很可爱 对啦 还有你的感觉是很character 很cool的 是的 以为我真的会觉得 很多东西讲的 原来你是最害羞的一个 平时都很耐烈的 也是的 对着我的朋友 都经常不太出色 为什么 是很熟悉的 嗯 因为我觉得我没有说错话 或者说了一些 不合听的东西 很多人就夺那头走 但是你知道做这一行 和三家比赛 很舒适的 那有什么可以解决方法呢 现在好了 光暗了 一天已经和我们很勇敢 都可以说的 那你觉得自己最优秀是什么 我想是我的笑容 嗯 其实我是想可爱营长 不用哭 但是可爱营长这么多 全街 拿手一路都是 cute 其实我觉得如果做这一行 你可以自己的character 特出为妙 我当时入行是型格的 很短的头发 是裹得爆的 眼睛是乖的 但是可能这年纪慢慢 真的慢慢打起经验了 我想扮美女 又想接多些分线 所以慢慢转型 但是如果你一入行第一次 你很short 那个character很重吗 吃到那个feel 其实会有很多事情做 我觉得你型格OK 对啊 你还记得上次你们 她们拍了那个catelon 是吧 她们打点红色的帽子 你都很配合她 不配合她 相不配合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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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欢顶帽子 顶帽子 你喜欢吗 我喜欢 因为我认为很少会穿那些衣服 真的吗 对 因为我平时穿一些酒店 或单身那些 很简单的衣服 比较轻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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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皮肤很tank color 很多颜色都可以配搭你 因为我是喜欢打衣服排球 你打衣服排球的 有没有比赛 以前有 我现在做的事情就没有 哦 我不觉得黑黑的 我自己都穿黑的 不要太滑雪雪 因为我知道她喜欢滑水 对 到下期赢了 我喜欢滑水 对 Yuki 是 就说一下为什么我来参加这种比赛 其实本身是朋友介绍我的 其实我本身是一个非常没有自信的人 是吗 我不觉得 真的没有自信 因为当初我记得interview的时候 那个评判问我 你觉得你自己最被人自豪 那个是什么 然后我真的回答了 我没有 零 对 然后他就说 你试试说 然后他们就发觉 我原来其实 我是很喜欢笑 我很喜欢跟你聊天 所以他就说 原来我的笑容是最吸引的 所以我现在在学习 对 笑多一点 嗯 而且我第一眼看你 你让我感觉 是一个很开心的 就是 这个是不自内心的 就是不会虚假的 这个其实做的行为很重要 很多客人 很喜欢看到模特儿 是最真的一面 而且你是个个都可以聊天 这个是很好 你一定要主动一点 去踏出第一步 你不要理你很丑 可能他真的不出来 但是你说了hello 笑 别人会感动到 那一刻 我看见你 我很喜欢看到你笑 是啊 真的很甜蜜 这个你会保持住 所以日后可能 做你一行 别人说你最优秀的 就是笑容 因为你的顺势很好 好 来 你呢 跳舞很厉害 因为一开始 我其实在上网 都知道会有这个比赛 但是我当时就 没想着会参加 嗯 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我自己 因为可能我身边的朋友 影响 我觉得好像我参加会被他们笑 很可爱 因为可能你身边的朋友 可能不是朋友 我觉得自己是输友 那些 就会可能比较肤浅 只是看你表面 之后 但是我妈妈看杂志 她就发现了有这个比赛 她就说 你皮肤那么好 她参加 对啊 尤其是在我这么小的时候 就 大买几个回 那就可以试一下 怕不怕 你填比较真的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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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将会给一些试用品 就是好像这些合合给一些人 试用完之后 吃回偏心的 是 我就吃 所以 我就 当有这个 就好像抽奖那样的形式 去参加 所以很轻松的 嗯 她参加了 谁知道跟我说 我赢了20强 面前又跟我说 赢了8强 嗯 就很surprise 那你经常都留意 美容的那些产品 你知道有没有写Vlog嗎 有啊 我有 有写Vlog的 其实很好啊 我觉得 因为写Vlog是最直接反应的 我自己就很少写的 但我就会经常看 因为很有说服力 原来这个产品真的很累 而且你给我第一个感觉 你就是很害怕 你又不是害羞 但是很怯 就是好像不敢扑出去 直到我前几天 和你们去演习那个show 你很甜 我真的觉得 这么漂亮 真的有那个压堂感 我觉得你要继续 那是很好的 嗯 你看 最cute的Yoyo 我觉得你们好像贪人 是很有趣 其实我自己本身 都有拍照 那些 就是摘一些广告 其他 雜誌 你看到什么广告 其实是 类似 水晶首饰 那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 我觉得挺享受做这些东西 因为我觉得 又可以有美的享受 是的 又拍照 好画 而且你可以到处去不同的地方 是的 我也有同意 我最喜欢的就是 吃吃温行 就是住又住都好 吃又吃都好 你都说我又免费 你真的 对 我一直都很开心 就是好像 如工作于娱乐 都会的 那你参加这个比赛的目的呢 对 对 我本身就是做这些东西 还有我看到一个比赛 那我就 因为我自己本身都很喜欢美肌之子的广告 就是我真的挺喜欢的 因为我觉得每一次看都有一种很清新 很自然的感觉 那还有我看到一个比赛 那我又很想 就是现在 我一直在拍照 我很想有一个新的挑战 让自己试一下 嗯 那你自己觉得 必赢的必赛的是什么 到时 比赛的表现 就是我们这几天都学了很多东西 那我们会学到Hotel All 我们有讲话的训练 那我都学完了 那我就尽力做好自己 就是最好的一面场 好 你呢 Chris 其实大家有没有觉得 他的样子好像黄海恒 哈哈哈哈 他就叫Chris 第一个我们就说 哇 好熟悉啊 想不想想 是黄海恒 所以这个又是叹叹黄海恒 其实黄海恒这个名字 10个里面有11个都说像 都不知道 你觉得像 我自己就觉得不像 是啊 如果说回这个比赛 就是 我觉得自己比较好处 因为其实我自己 没有留意到有这个比赛 我可能在Facebook 就在玩另外一个Model比赛 美基之志这间公司 就主动去找我 我觉得是一个 挺好彩的 挺幸运的 我自己觉得就是说 既然我现在都很想去 去试一下 接触这些Model的东西的时候 我就觉得 一定要参加 因为我觉得 因为我会想过就是说 你将来那一刻 你会不会后悔 现在你不玩的时候 那我就觉得我会后悔的 所以我就决定 一定要报名了 所以都很幸运 我和大家一样 就是等消息 接着就是 二十集是没问题 接着就是 二十集完之后 那天就很紧张 就等着电话 还未来的呢 就等到最大的名称 然后就 一打来 兴奋到爆 然后就立刻 寄信给朋友 告诉他们 我得了 这样 你之前就是从来没接触过那一行 可以说未 因为都尝试过一次拍过一次迪士尼的广告 是的 那个就是因为纯粹有帮朋友的 就是因为朋友是 就是他在找一些人 就差一个人 所以就去Casting 我可以走